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喜欢吗 挺好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应该先点蜡烛切蛋糕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我能不能再要一个生日礼物啊 你说 能不能把我手机还我 梦想 这个 妈真不能答应你 妈真不希望 你跟瑶瑶在课外 还有什么联系 今年真的太重要了 那你把我手机拿出来 开下机 干嘛呀 今天是我生日 我看看有没有同学 给我发短信 等一下 行了 别挡了 早知道手机藏哪里了 不会偷拿的 这孩子 你看 这不有同学 给你发祝福短信了吗 你看是谁 瑶瑶 还有别人吗 知道为什么吗 我这个也要 这一个朋友 我肚子不饿 你自己吃吧 我 把蛋糕切了吧 我今天特意做的 你保证没见过我 做这么 我真没见过 你做出这么正常的东西 跟你若能阿姨的灯膏 拿错了 我 as you 是 你 我 好 都 你 我 一定可以解决的 有个问题 我这几天一直都很想问你 为什么你跟 手机聊天的时候不太一样 我有吗 用手机聊天的时候 如果我提到有什么苦恼 你会逼着我说出来 这种行为对其他人来说 可能觉得很讨厌 但对我有用 能把心事掰碎了讲出来 我感到很轻松 但是跟你面对面的时候 我觉得你好像并不关心我的事情 我当然关心了 只不过 大概是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怕说错话 所以我不太敢多问 对了 我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 我亲手做的蛋糕 你尝一尝 不好意思 这个蛋糕 好像挺特别的 咸菜 还有巧克力 其实这个蛋糕 它 很有意思 虽然味道很复杂 算不得好吃 但是都一无二 看起来你很喜欢 我很喜欢 对了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 你喜欢就好 你是怎么会想到 用这么天马星空的材料做蛋糕的 把这些普通的食物重新搭配一下 味道可能会还香 也可能会难吃得要命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世界区会是什么味道 就永远都会 有期待 有希望 人生很辛苦 我们总要去找一些 有趣 有希望的事情 来体会一下 和现实无关的快乐 看 就是这里 我的梦想 就是在这 盖一座属于我自己的餐厅 为什么 人活着有很多快乐 是很现实的 比如生殖加薪啊 比如谈了个漂亮的朋友 但是 美食和自然 带给人的快乐 是很单纯的 我希望我的餐厅 可以给那些 被生活压地闯不过气来的人 来这边看大海的人 一点小小的乐趣 怎么了 是不是我说的不太对啊 你说得很好 咱们 订婚吧 喂 出现了 若南 刚才给你打电话 你一直不接 你拿蛋糕拿错了 我也发现了 你是在沈安面前打开的吗 没事吧 他觉得还好 那是看你的面子 你要是告诉他 这是我做的 直接就给扔了 朱向 我 我现在说话有点不太方便 咱们回头再说吧 好 那你先忙啊 回头打电话 回头打电话 若南 你可是很少单独来我这儿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你脸色怎么那么差 可能刚才在外面被风吹到了 菲菲 初夏和泰迪学长 没像咱们想象的发展得那么好 对吗 你就别提了 他们俩丑死我了 我在想 咱们是不是都被初夏洗脑了 认为只要有个男人愿意接受梦想 初夏就应该跟他好 可实际上 初夏也有权利去选择一个 和他很合适 很投缘的人呢 你什么意思啊 初夏选择谁了吗 没有 我是说 太极学长刚回国的时候 我也觉得初夏的幸福终于来了 毕竟 当时初夏 他有可能是为了 不耽误太极学长出国留学 所以才拒绝他的表白 我以为了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